Hello,我是Vicky妈咪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呢 叫做 工作必须有钱有爱有意义 在这本书里面呢 提到了许多有关于理想工作 个人品牌和生活意义的观点 如何把兴趣转化成为事业 如何让工作和生活来对齐你的人生价值 虽然这是一本写给写杠者和创业者看的书 但是我认为书中分享了很多观念 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重新思考的课题 而我以一个全职妈妈的角度来看这本书 也从书中得到了不少的启发 作者指出 理想的工作并不是永远不变的 理想的工作和理想的生活一样 都是流动而且是阶段性的 会随着我们的年龄需求还有环境的改变 而我们对理想工作的定义也会跟着调整 对于我来说 我的工作也是跟着我的人生阶段和家庭需求来做调整 而现阶段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当好一个妈妈 作者曾经是一位视觉设计师 所以他尝试用设计思考的方式来设计自己的理想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切入点 一般人通常都只能接受工作原本的样貌和既定的路线 逼迫自己在金钱热情意义三个之间做出选择 但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另外一条路自己设计出自己的理想工作呢 就以我全职妈妈来举例 虽然当了全职妈妈之后 我的确必须要放弃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但是我也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调整我的生活心态 为这份工作添加更多丰富的色彩 谁说全职妈妈就不能够拥有自由自信和自尊呢 而对于一般人来讲呢 现今在这个网路时代要打造出自己向往的理想工作 所要付出的风险和代价 其实是可以比以往低很多的 你想要在网路上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 不必再像以前一样 要先掏出一大笔资金来购买器材设备 也不需要大量囤货 只要我们愿意开始分享 就立刻可以在网路上面输出你的观念还有价值 而作者在书里有提到 理想的工作是一种状态 我们必须要拆解出 这样的状态背后的过程和追求的心理感受是什么 只要我能够不断的沉浸在那个过程中 且心情感受维持在那个状态里 那你每一天肯定都是抱持着期待和愉悦的心情上班去的 个人平台是书中探讨的重要内容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活 并且把生活放在工作之上 当你生活得越好 工作就能做得越好 而这点呢 也常常是全职妈妈们的误区 我们总是习惯先照顾家里面的每一个人 把自己放在最后面 但是我认为顺序应该要反过来 当我们能够优先照顾好自己 用心经营自己的生活时 也才更能够做好一个妈妈的工作 经营自己绝对是每个人的第一要务 不管你有没有在经营个人品牌 在追求理想工作和个人品牌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 和内在驱动目标 这些内在的热情是让我们感到充实 而且活着的关键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 日文的生命这个字的概念 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是要找到那个 bigger than yourself的意义 这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和选择 应该要超越自我 进而关注到社会和世界的需要 而作为全职妈妈 我们的工作可能完全集中在家庭里面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寻找机会 去和世界交流 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们 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 最后呢我想和你分享 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的两项人生原则 虽然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全职妈妈们而写的 但是我觉得这两项原则 真的超级超级适合送给所有的全职妈妈们 一 永远要记得为你的人生保留选择权 二 尊重你的梦想 为你的选择挺身而出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在影片的下方帮我按个赞 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妈妈们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